免翻墙上网的需求 接收验证码注册各种服务的需求 像微信 Telegram WhatsApp Google Voice TikTok 都是可以顺利的注册成功的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向大家介绍了大使流量卡 就是这张卡 这张卡的定位非常明确 首先大使流量卡可以满足我们 免翻墙上网的需求 流量资费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划算的 具体资费大家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 看一下具体的套餐和价格 套餐官方也经常会进行一些活动 遇到活动的话 甚至套餐会打5折6折 手机卡上网的价格 肯定是比机场流量要贵的 想找一个比机场流量还便宜的手机卡 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使流量卡分为两种 一种是红卡 可以使用美国 英国和新加坡的IP来上网 另外一种是蓝卡 只能使用香港的IP来上网 但是香港卡的上网流量资费 只有红卡的一半左右 关于大使流量卡上网的设置 上网的测速 我之前有做过一期视频来进行说明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 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跳转 另外大使流量卡也可以满足我们 接受验证码注册各种服务的需求 经过我的实际测试 社交通讯软件像微信 telegram whatsapp google voice tiktok 都是可以顺利的注册成功的 本期视频就想让大家重点分享一下 我自己实际测试的用大使流量卡 接收短信验证码注册这些社交网络服务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时间线 直接跳转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们拿到大使流量卡之后是不用进行任何激活操作的 直接到官方app购买套餐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打开官方app 在首页这边我们选择sim卡充值 然后输入卡背面的8位sim卡号 sim卡号一般都是6100开头的 接下来使用区域 我们去选择第一个中国大陆就可以了 接下来选择套餐 套餐有两种充值方式 一种是按天数充值 前面四个套餐都是短信套餐 比如说第一个套餐的意思就是说 在360天内可以接收200条短信 套餐的价格是17.99欧元 这个价格是打折的价格 后面四个是流量套餐 比如说第一个套餐是30天内无限流量套餐 是69.99欧元 我们在下面套餐说明可以看到 这个套餐是不限制流量的 也就是无限流量套餐 但是一天只有300M的不限速流量 超过之后就会限速128K 所以天数套餐特别适合有比较大的流量需求 但是对网速没有太高要求的小伙伴 就完全可以选择天数套餐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我们仅仅购买上面的短信套餐 是没有办法去上网的 同样的如果仅仅购买下面的流量套餐 也是没有办法接收短信的 这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同时要短信和流量 那么我们可以购买两个套餐 大使卡的流量套餐和短信套餐 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接下来按流量充值套餐 按流量充值第一个的话是特价 目前是在做活动 30天内可以使用120G的流量套餐 价格是329.99欧元 这个流量的话是不限制网速的 全部都是可以满速运行的 目前这个卡在国内也可以使用5G的网络 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具体的测速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来了解 下面留两个短信 15G 360天的套餐 这个是短信加流量的混合套餐 这个套餐内的短信是不限量接收的 流量的话有15个G 按流量充值的话比较适合 对网速要求比较高的 但是流量用量不是很大的 小按可以选择这一种 选择完套餐之后 我们点击下面的同意 到这个界面来进行一个支付 微信和支付宝都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我们有外币的信用卡 也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充值的 我这边就用支付宝去购买 购买成功之后 我们就回到这个界面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这边的套餐是看不到的 我们需要去绑定一下我们的SIM卡 点击我的 然后选择绑定SIM卡 绑定成功之后把它选择默认 然后到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个套餐的用量了 我这边刚购买 可能系统还没有更新 所以说提示是0 购买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不用管APP上面显示的是不是0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在使用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在手机蜂蜂网络这里进行个设置 打开手机设置蜂蜂网络 首先第一步在蜂蜂网络这里 把数据的漫游打开 一定要打开 如果不打开的话是没有办法上网的 其次在蜂蜂网络数据这里 我们要设置一下APN 如果要用美国IP的话 我们就直接设置天一 如果要使用英国或者新加坡IP的话 设置这两个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是蓝色的香港卡是不用设置的 可以直接插卡就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注册演示 首先是Telegram 我们打开注册页面 这边就输一下我们的手机号码 当然前提是我们已经购买了短信套餐才可以 输入手机号码点击下一步 这边为了向大家演示一下接收验证码的速度 我这边就不进行快进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接收的速度 大概过了30秒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收到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然后设置一下个人的信息 就可以看到已经注册成功了 现在网络的话 我也是用的大使流量卡的流量 是可以不用翻墙直接去上网的 我这边去搜索一下我的个人频道 可以看到搜索结果了 加入就可以看到频道里所有的信息 然后我们点开一个视频去看一下 同样的为了展示网速 我这边也不进行快进操作 大概有10秒钟左右的加载时间 视频就可以顺利的播放了 这个是4K的视频 以上就是Telegram的注册演示 接下来是WhatsApp 打开界面点击同意并继续 同样的输入我们的大使流量卡的手机号码 然后点击完成 下面跳过还原 因为我们是新的账户 接下来我跟我自己的账户去发条信息 发送一条测试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顺利的发送出去了 接下来是Google账户的注册 以及Google voice的注册 我们在这边去创建我们的Google账户 这些信息的话都输一下 我这边就直接快进跳过 关键是接受短信验证码这一步 我这边输入大使卡的手机号码 下来就可以看到已经收到了验证码 下来的信息都填写一下 最后看到我们可以用大使的卡 顺利的注册到Google账户 接下来我们去注册一下Google voice 打开Google voice的网页登录完成 点击继续 然后输入有正编码 去选择一个号码 接下来这一步是关键 就是要输入我们大使流量卡的手机号码 这一步的话手机号码 必须要实体的手机号码才可以 虚拟的号码是没有办法去注册的 但是我们的大使流量卡是可以去注册的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收到了短信验证了 然后这边去输一下验证码 点击验证 我们就可以看到已经进入了Google voice的后台页面 但是下面有个提示是需要有号码才能拨打和发送短信 这个地方的话就说明我们刚刚的号码没有获取成功 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可能是别人也在抢这个号码 也有可能是因为IP的原因 我们可以切换飞行模式更换IP来重新操作 结论是如果出现这个提示的话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重复操作 多尝试几次基本都是可以成功的 更详细的教程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个注册教程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注册一下海外版的微信 WeChat 我们打开点击注册 填下昵称 国家我们选择美国 接下来输入大使的手机号码 设置一个密码 看一下隐私政策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已经是WeChat的隐私政策 而不是微信 WeChat和微信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账户的司法管辖区域是不属于中国的 第二个是数据的控制方 也就是数据是不储存在中国大陆 美国手机号码注册的账户 数据是储存在新加坡的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看我这个微信换就WeChat的视频 同意之后点击下一步来进行验证码的验证 接下来就是让其他微信用户 扫下下面的二维码 到这步的话就说明这个号码是可以顺利的 注册WeChat的账户的 我就不继续进行一个扫描了 另外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大使的卡 能不能收到微信的验证码 我们到这个地方登陆的界面 输入我们的美国号码进行个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顺利的 收到WeChat的验证码的 所以说整体的注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TikTok的注册 我们打开TikTok然后使用手机注册 生日的话随便去选一个 国家是美国 输入大使的手机号码 点击发送验证码 我们可以看到很快收到验证码 再创建一个密码 然后点击下一步创建一个用户名 我们就可以看到已经进入到主界面了 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网速是非常快的 视频非常流畅 丝毫没有卡顿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注册 或者运营海外版的TikTok的话 大使的这个卡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以上就是注册的演示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用测试的账号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帮大家测试一下 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注册运行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大使流量卡没有办法接电话 也没有办法打电话 也没有办法去发送短信 只能接收短信 所以本质上大使流量卡 它的定位还是流量卡 接收短信只是它的附属功能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要接收短信 必须要购买短信套餐 也就是套餐上面带有短信的字样 购买完短信套餐之后 我们才可以收到短信 如果仅仅购买流量套餐 是没有办法去接收短信的 另外如果说我们需要长期保留这个号码的话 那么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套餐不过期 如果套餐一旦过期 那么现在卡上的这个号码就会被回收 即使我们重新购买短信套餐 也只能获取一个新号码 而没有办法去找回原来的号码 这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可以换手机号码的手机卡 那么大使流量卡的这个缺点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变成某些小伙伴想要的优点 总结起来就是 没有一种产品是完美的 我们只能去分析它的主要功能 然后结合我们的需求来进行适当性的选购 需要大使流量卡的骄傲班 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购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